金融市区最佳知名水煎包店 民众自动保持社交距离排队购买 受到疫情影响 在全国进入第三级警戒后 许多行业经营惨淡 金融市政府方面因此提出了12项纾困方案 首先是针对中小企业提出1亿元防疫喘息贷款 还有100万元清创农资及5年利息补贴 我们成立1亿元的中小企业防疫的喘息贷款 总贷放的额度是1亿元 那商号最高的贷款额度是100万元 公司的最高贷款额度是500万元 那利率是2.045% 最长贷款7年 并且提供最低半年最长一年的贷款本金 或者是利息地盐缴付 那申贷金额在100万元以下呢 是随到随省 此外是提供100万清创农资 以及5年利息的补贴 那农资金额在100万元以下 免计划书免保证人 补贴前5年的利息 并且7日内快速审核 劳工部分则有安心及时上工 防疫旅馆员工薪资计市民入住补助等 金融市政府方面也宣布 是有房地店铺租金 公有市场摊位使用费 及触餐馆厂租金减免等措施 针对劳工朋友的部分 也推出以下的纾困措施 第一就是安心及时上工的补助 第二是劳工充电再出发的训练津贴 第三是失业劳工的子女就学补助 另外就是针对防疫旅馆的部分 是针对员工的薪资 以及我们市民入住来进行补助跟补贴 此外针对公有的场馆部分 我们提出了室友房地出租 店铺租金减免 还有公有零售市场摊位使用费减免 以及触餐场馆土地租金 还有权利金减免 基隆市政府方面期盼 通过一系列纾困措施 在疫情威胁下 与民众齐心抗疫共渡难关 记者张琪辰金凶报道